针对曼谷交通混乱 道路拥堵这一问题 泰国国家总警署日前出台一系列措施 整治违章停车 缓解曼谷交通堵塞 泰国国家警察总署上将彭卿副司令 将亲自监督管理违章停车问题 他指出 由于交通法的监管不利 民众违章停车占用道路 导致道路变窄 交通堵塞 甚至造成大面积交通瘫痪 因此曼谷警察总署决定 加强权势多个停车点的管理 一旦发现违章停车将罚款1000泰铢 他表示 这项举措是为了缓解曼谷交通问题 减少交通事故 泰国国家警察总署也将会派遣4000名警力 前往曼谷全市各地进行交通管制 并将联合曼谷公共运输机构 陆路运输厅 曼谷城管等整合道路交通 预防交通堵塞 我们说 现在我们在运输地去运输 我们在运输地去运输地去运输地 仍可以忍受到计划 我们在运输价地去运输好的 东盟卫视 randomly 以及TV记者李素芳、欧帕、台国曼谷报道。